瑞公主故事哀怨動人 亦都給人一種楚楚可憐的感覺 但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二十四小時 都處於一個不能自控 無間斷地半悶半整的狀態裡生活 你又怎樣呢 一百年前 過百萬人感染導致幾十萬人死亡 一個世紀大流行 來無影去無蹤 究竟它會不會再回來 今集跟大家說一說醫學史上 難以解釋之謎 現在我們都是疫症大流行的時期 就是這個pandemic covid-19 困擾了我們都已經兩年有多的時候 接近三年了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重見天日 但是有沒有猜到 原來一百多年前 起碼都是一百年前的事 都是在地球出現過一個這樣的大流行 大家就會說 大家都知道西班牙流感 Spanish flu Influenza 這件事就由那時候開始 那時候這個西班牙流感 就造成全球沒有一個實際數字 起碼都已經是二千萬至最多五千萬人的喪生 疫症是蔓延到全球的 所以這個成為一個歷史 當時叫做西班牙流感 西班牙一直都沒有提出抗議的 我想說這件事出來 另一件事就是 我今天不是說西班牙流感 而因為西班牙流感這件事 就死了太多人了 以至這一宗疫症 亦都是全球大流行 是沒有什麼人看 亦都是被人忽視 不過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說 沒有找出它的原因 它繼續是無聲無色的 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 不留痕跡消失了 最恐怖的就是 什麼時候會再回來 真的沒有人知道 醫學上不能研究 它有相關的症狀案例 不斷都有 但是又沒有大爆發 就似乎跟這一宗是不同的 我講這一宗 醫學名稱叫做 渴瑞性或者分瑞性腦炎 換句話說是腦神經出了問題 跟一般的腦炎不同 這些患者的病徵和後遺症 是相當之嚴重 首先這件事 我們講回西班牙流感 西班牙流感爆發的時候 大約是1918年 也就是一次大戰的末期 一次大戰是1918年11月的時候就完結 它是1918年尾的時候 差不多就是那時候爆發的 造成這麼多人的死亡 有些人就說 這隻原來我剛剛講的 這個分瑞性腦炎 或者渴瑞性腦炎 是同一時間的 是同一時間 有些據報就說 早於1918 在1916的期間 就已經有類似的病例 不過未至於大爆發的 在歐洲那裡就開始先 有一個地方叫波坦 B-A-L-T-A-N 由這個地方開始 有案例爆發先 有些人就研究 他就說 其實這種病會不會關乎 一次大戰的時候 因為德軍使用了一些化學武器 導致影響到腦神經 令人癱瘓 也有個說法就是 會不會一次大戰的時候 戰況實在太慘烈了 因為那時候是熱兵器 但是也不是太多遠距離的互相攻擊 的戰鬥 很多是用戰豪 互相射擊 還有賣身肉搏 都還有這些事 用戰豪的戰術來打 那時候很多是這樣的 有很多傷亡 有很多士兵有嚴重的後遺症 所以精神也會出現 一個創傷的情況 但是這些都被後來醫學界 都是否定了 那這種腦炎 分碎性腦炎 究竟跟西班牙流感有什麼不同 它有什麼特徵呢 病發的時候 大家聽聽 初期的時候 你會感到頭痛 渾身無力 你會有鼻水 然後就會發燒 有兩聲咳嗽 是不是很熟悉呢 沒錯 譬如現在我們中了COVID-19 也會有異常的病徵 流感也會有異常的病徵 所以你不知道可以怎樣做 在那個時候 1918年的期間 如果中了這些病 就是中了西班牙流感 根本上你的生命 都會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態 而接著病發的時候 那些人 是會有不同的反應的 有部分它就會 處於一個分碎的狀態 以下下來 我會播放一些片段 以及給大家看很多圖片 因為那時候有大量大量 關於這個病的記錄 圖片裏面 它的影像 會令到大家可能有些不安 大家要衡量自己選擇去看 這個病 它令到有些人 除了長期處於一個分碎狀態之外 更加恐怖的就是 你平時是沒事的 但是你一坐下的時候 零秒就可以睡著 也有些人處於一個睡醒的狀態 不過它是不會有意識 它永遠都好像飄飄浮浮 渾身乏力 跟你說多兩句話 接著它又會 掉進去的夢鄉 沉睡得很沉 那個狀態 有些人控制不到自己的說話 控制不到飲食 不能夠正常活動 它的四肢 換句話說 站不直 站不倒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病徵 你看照片裏面 你看到很多人的樣子 根本它是處於一個無意識的狀態 它不能夠跟別人溝通 有日後的研究 類似柏金遜的病徵 但這個病徵和柏金遜是不同的 這些病徵 有這個分碎性腦炎 是由一個維也納 當時維也納裏面 一個老神經科的學者 就叫做Economal 就發言和給它這個名字 但是學者一直都不能夠做到太多的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 也不知道它為什麼會來 剛才說過 會不會是因為老神經科 會不會是因為一次大戰的時候 德軍使用的一些法學武器 令到人來是這樣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是前線士兵才有 平民百姓都會有 一般受病影響的 是由15至35歲的人為多 但是有例外的 有小朋友 有老人家的 也不一定是限於前線的士兵 平民百姓都很多 所以也是排除這一種說法 有些更加就是 比較個別的例子 最恐怖的一單是一個小女兒 患了分碎性腦炎 她竟然是可以在清醒的時候 用器具把自己的眼睛滑出來 這是紀錄裏面最恐怖的一單 亦是說有部分的人 會因為有這個病 情緒變得暴躁 亦都會有一些暴力傾向 十年之後 由1918年發炎 大概十年左右 這個病突然間消失了 總共造成大約有100萬人 受到感染 當中有三分一 是導致死亡 另外裏面有大約兩成 是有嚴重的後遺症 嚴重的後遺症 有些就永遠都分碎 亦都有一些醒了 不過就類似 現在我們所見到的 好像柏金遜這些病徵的出現 另外很僥倖的 很幸運的 有三分一 都會繼續如常生活 另外那十個百分之 就間歇會影響到日後的生活 變得不是很正常 活動不是很治愈 這種病一下子就消聲匿跡 所以醫學界都對它 認識不可以說太深 亦都否定了 完全直接和柏金遜病徵 是相連有關的 雖然他們的病徵是會治的 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在非洲 非洲的某些地區 是重新發現這種 即他們有一個簡稱 叫做睡眠病 但跟以前全球大流行的 分睡性腦炎是不同的 這種睡眠病的病徵很像 但是有傳染性 不是人傳人 原來是由一種叫做 ZZFLY 一種是一種蒼蠅 這種蒼蠅在非洲 這種蒼蠅好像蚊一樣 吸食人血的 就由這種蒼蠅去傳染 亦都造成一種腦炎 所以有這種病徵 人是真的很渺少 我不知道為何人 不能好好的生活 你想想一百年前的 這種大流行的病 找不到病徵 它潛伏著 消失了 隨時會回來 是沒有人知道的 揮揮揚揚揚 搞到全地球混亂的 COVID-19 三年都未完全解決得到 為何還要去侵略其他國家 去踐踏別人的地方 去破壞別人的文化 人是很渺小的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珍惜生命 以上就是今集的內容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請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好 留言 最重要是幫我看廣告 謝謝